那你接下來要講觀光好了 你在台南發表什麼觀光政策對不對 2028年要達到兩千萬 外匯收入要一兆 你2028中間你現在事情都搞不好了 2020你就不知道能不能當選 你講到2028去 那你不就是你你有發現 他講這些東西的話 都只是在打嘴炮 我2028年我有遠大的目標 都講到2028年了 問題是 要怎麼樣振興觀光嘛 要怎麼樣振興產業嘛 你講出來給我看嘛 難道你又是那一套高雄那一套嗎 什麼鄧紫棋 阿諾史瓦辛格 還有三個出來講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說 我之前曾經在這個節目就講過說 你今天觀光產業是高雄有多少的景點 你要怎麼去整體規劃 你要把整個路線 整個軟體硬體建設起來 一個觀光網嘛 我叫人家說你來高雄 一日有 二日有 三日有 甚至是一個禮拜你來這邊 全家要盒子來 盒家來玩的話 你這些路線規劃跟軟硬體規劃 你有沒有做出來 沒有 一天到晚就找代言對不對 找那些代言到最後都被打臉 你講的之前在高雄這些印象 跟這些東西 大家都心裡面還想著一清二楚對不對 那你現在又在講台南的觀光產業好了 觀光行銷 你講說外交官以後烤 烤雞都要列入觀光行銷 你不就爭效耶 那以後外交人員特考 要不要多加幾個觀光行銷 行銷學或什麼東西 你要不要加烤這些題目 你講這邊不是更簡單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講出來的東西 你仔細去思考之後 根本就是都是不可行的東西嘛 好吧那你再講回來好了 那邊去水平溫公園造勢 人家丟雞蛋 我譴責暴力 就像那個核運師來的時候 潑紅漆的 你一定要追查到底 把他查出來抓出來到底是誰 那你這個丟雞蛋的 你也要把他抓出來看是誰嘛 欸否則你讓這個事情在那邊醞釀 接下來你看之前講說什麼 他去美國訪美 可能會像蔣經國那時候 訪美的被暗殺 現在又說兩顆雞蛋變成很大 變成兩顆子彈 欸你現在是在營造恐怖氣氛嗎 對不對 那你很多事情 你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話 你怎麼說這個 好啦那我說你這個整個 整個那個什麼 造勢活動看起來 欸我們都講這些好聽的 你都講好聽的 你知道那個白台南白河的 那個蔡玉輝有沒有 對不對 他是大韓粉耶 第一個挺韓的 第一個掛布條 第一個跟他站在一起的 你知道蔡玉輝那天講什麼 他說你韓國瑜來去 都是衝衝一陣風啊 而且你來的時候 你也沒有告訴我們要做什麼 前置作業也沒有幹嘛 你就突然間來了之後 搞壞了我們原有的一些造勢 形成跟規劃 對不對 他說你也可以比較細緻一點 對不對 造勢活動 欸連大韓粉現在都要反彈了 那也不要講這個好了 李彥秀有沒有 他之前也是韓粉啊對不對 也是自韓國瑜啊 可是你知道那天周錫偉跑去跟他 朱立倫跟周錫偉都跑去幫他站台 你知道他跟周錫偉在一起的時候 臉從頭臭到尾 朱立倫去的時候 他說我的大母雞來了 他說朱立倫是我的大母雞 對啊之前才說0到6歲國家顧 這不是在蹭郭台銘嗎 對不對 那你又在找郭台銘 你又在找朱立倫 這兩個人是怎樣拒絕韓國瑜的 那你現在講朱立倫是大母雞 說郭台銘的政策可以納入考量 那你說他是不是心裡面有在思辨 從這邊就看得出來嘛 所以你看立委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韓國瑜最好不要來對不對 你如果來我多衰對不對 那都臨時通知啦 那立委有時候平常去跑那個行程 都訂好的 所以我就跟你說你這個整個的規劃 整個行程幹什麼 你今天要去幫助人家的話 欸不是只有一個人溜溜溜就好而已 你要不要帶一些人來 甚至你要不要帶一些金主來 對不對 李英雄當然不希望不用他的金主 可是你自然竟然要照秀 不像周西偉 只有坐人家而已 那一人那麼大人 你是說走在那裡 人都看得到你就對了 看到你的話他也不一定高興